今天我本來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聖王拉麵 這是聖王牡蠣雞湯風味拉麵 本來本人沒有特別說一定要去搶這個 因為據本人的朋友說這個不好買 然後在Seven有開始販售 但因為剛好本人有去搶那個台酒的兩個風味 然後就剛好看到現場有貨 就買了一碗吃看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Seven找一看 據說不難找但是也不好找 就是有些地方好像沒貨 但有些地方就沒有人在搶 然後盒子這樣子 售價是69還79有點忘了 然後有雞豬牛魚三種湯頭 打開到裡面這樣子 那個味道我覺得味道感覺蠻重的 這有肉塊啊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肉 我剛剛應該看一下那是什麼肉塊 有種豚骨拉麵嗎 蔥花蠻多的 麵好像泡3分鐘不夠軟 我已經泡3分鐘 哎唷 垃圾車來了 先喝看看湯頭 我對湯頭比較好奇 我個人覺得湯頭蠻鹹的 蠻濃郁的啊 可是我沒有特別那種 牡蠻的味道 湯頭是好喝的 很濃啊 但我沒有特別感覺到 有牡蠻的感覺 肉塊 肉塊挑一塊出來吃 看起來比較像豬肉 這是豬肉吧 這是豬還是牛啊 怎麼吃起來像牛啊 對 這是豬肉啊 這是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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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叉燒的味道 麵吃看看 麵可能大家要再泡久一點啊 麵體比較硬啊 麵體比較硬啊 這個可能要泡5分鐘 5分鐘會比較剛好一點的 泡4分鐘好像太短 他說是3分鐘就夠了 可是我個人覺得 他的麵杖還是比較硬 還是他麵體本來就這麼硬啊 他的麵體比較硬 湯頭我覺得蠻好喝的 就是很濃郁啊 還是我水放太少 他說500cc啊 當然有差不多500cc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C7找看看 後面應該大部分通路都會販售才是 這是聖王的 牡蠣雞湯風味拉麵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 那這邊介紹是